经过这两天AZ疫苗施打作业 中区包含光复、瑞穗以及封兵三个乡镇 愿意施打疫苗的总共有421位长者 经过医师的评估目前都没有不良反应 那医师还是再三叮咛要注意的事项 不论是家人陪同还是搭乘幸福发誓等防疫专车来到瑞森所 中区瑞穗、光复以及封兵三乡镇 总共421位愿意施打接种的长者 陆续在这两天完成了施打 封兵厢长江丽婷 光复厢长林清水也都分别前往卫生所 了解长者的施打情形 光复厢在医院调查共有270名的长者 而总共有119人完成施打 封兵厢的施打率则有6到7成左右 律师厢91人当中有79人已经接种完毕 虽然至今全台有12位长者在施打疫苗后不幸死亡 但是否就和施打疫苗有关 仍有待研究调查 不过还是让不少长辈迟疑却步 瑞森卫生所主任吴大志也再三叮咛 长者施打后身体会有哪些副作用 以及该注意事项 施打后第一个就是说它有可能会造成一些 比如说肩膀的痠痛啊 或者是头晕头痛啊 然后一早部分会造成一些发烧嘛 这个都算是常见了 那如果说只有一点点不舒服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先不用吃药啦 那如果说真的比如说有些人真的是头痛 有发烧可以建议就是再吃一点普拿疼之类的就可以了 那至于说比较严重的副作用 比如说严重的过敏啊 那基本上常见发生都是在注射后的30分钟内啦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请民众先留在卫生所 或是留在施打的地方观察30分钟 没有什么不舒服再请民众回家 但是这两三天还是副作用还是有可能会跑出来 所以请他们多休息多喝水 中区三乡镇长者施打率高 截至目前为止也都没有不良反应 国内疫情严峻为了降低感染造成重症死亡 除了做好个人基本的防疫 医生仍建议大家施打疫苗来增加体内对病菌的防护力 由内而外双重防护才能够有效击退新冠病毒的入侵破坏 记者是玉兰中区综合报道